化学一点都不难学 你好,我是恩特张伯然 欢迎来到我的巧学化学课 这节课我们要从一座铜像讲起 那就是自由女神像 自由女神像你可能听说过 这是一座巨大的铜像 是法国人送给美国人的国庆礼物 现在就立在纽约 有很多的游客去那里参观 我呢也曾经看见过 的确非常的壮观 我们知道铜这种金属挺稳定 虽然放的时间久了 铜也会生锈 表面呢会长出绿色的铜绿 不过这些铜绿 能对里边的铜起到保护作用 你在博物馆里面能看到 古代的青铜器就算存放了几千年 看起来呢还是很漂亮 所以大家都觉得 自由女神铜像呢 肯定能够万古长存 虽然人们呢也会例行的维修 但不是很上心 自由女神像树立了快一百年的时候 出了一件事 有个人呀偷偷爬到了自由女神像上面去 警察呢赶紧把他赶下来 不过他们发现 女神像上有几个窟窿 这还了得 肯定是这个人拿了凿子 凿了几个洞 给自己呢踩脚用的 破坏古迹最大恶极 赶紧抓起来 关进监狱吧 警察也通知了自由女神像公园的主管 哎主管过来一看 不得了 果然有好几个窟窿 可是再仔细一看 不对呀 这窟窿下面有 上面也有 这人家根本就没有办法爬到那么高的地方 怎么能打出窟窿呢 主管啊 突然明白了 这些窟窿不是凿出来的 这本来是钉子孔 现在呢 钉子都掉了 留下了窟窿 钉子为什么掉了呢 因为里面的铁生锈了 铁生锈我们讲过很多次 现在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铁生锈的实验 这也是一个对照实验 我们把没生锈的铁钉放在四个室管里 每个室管的实验条件都不一样 第一个条件是 用盐酸泡上一分钟 再把盐酸倒掉 第二个条件是 在钉子下面塞一团湿棉花 第三个条件是 煮一点开水 水煮开之后 迅速把它冷却 把水呢 倒进室管里 最后把铁钉盖住 第四个条件是 在室管的最底下 塞一点干燥剂 再塞一团棉花 最后放铁钉 我们来看看 发生了什么 变化好像不太明显 条件一里 铁钉好像有了一点绣斑 条件二三四里 铁钉呢 都还挺光亮的 不过我们说过 生锈是一个很慢的过程 通常要几天到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呢 我们要多等一会儿 一天以后 差别呢 就有点明显了 条件一里面 到处都是绣 条件二的绣斑 把棉花染成了棕色 三和四 好像还挺光亮的 三天以后 会是什么样呢 条件一 已经全都是绣了 条件二的绣斑 也更严重 三和四 似乎都还好 一个星期以后 条件一和二 比之前更严重了 三和四 还是没有事 要怎么理解这些现象呢 咱们先从条件四讲起 因为条件四里加了干燥剂 空气里的水基本被吸走了 上面还有盖子 没有水的帮助 纯铁和氧气的反应是很慢的 所以就算过了一个星期 也啥都看不出来 理解条件三 需要一个物理知识 一般来说 温度越高 气体在水里溶解的量就越小 平时我们会觉得 白开水刚亮下来的时候 不太好喝 没有什么味道 这主要是因为 水煮沸的过程中 本来溶解在水里的气体跑光了 你把凉白开装在瓶子里 使劲来晃一会儿 让气体重新溶解 就会好喝一点 在这个实验里 气体跑光了 氧气也没了 所以把铁钉泡在 煮开后迅速冷却的水里 再把饰管顶部盖住 就能基本隔绝氧气 条件二 是标准的生锈过程 氧气很多 水也不少 底下的湿棉花 在不断的蒸发出水蒸气 想不锈都很难 条件一 是最复杂 铁钉在盐酸里泡了一下 为什么就锈的这么厉害呢 你可以回想一下 上个节课讲过 铁和盐酸反应生成了 氯化亚铁和氢气 这个反应虽然不是很剧烈 但还是比普通的生锈快多了 现在我们把铁钉在盐酸里泡一下 再拿出来 虽然看起来不明显 但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化学反应在发生了 倒掉盐酸以后 铁的表面依然附着一层盐酸溶液的薄膜 还在继续发生反应 反应生成了氯化亚铁 氯化亚铁的化学性质可比纯铁活泼多了 你还记得吗 铁有两种丢电子的方式 丢三个电子得到铁离子 丢两个电子得到亚铁离子 亚铁离子还可以把电子再丢掉 也就是说它可以进一步发生氧化 所以亚铁离子很快就会和氧气反应 生成了红色的铁锈 现在你知道了 如果铁核酸接触过 那么铁的生锈会大大加快 好 我们总结一下实验结论 铁生锈是被氧气氧化了 一般情况下 这个过程需要水的参与 速度才会比较快 能让人看得出来 有些化学物质能让生锈变得更快 所以我们家里的菜刀 铁锅洗干净以后都要擦干 虽然现在很多厨具用的都是不锈钢 但不锈钢并不是绝对不生锈 还是要好好的保养 咱们再说回自由女神像 女神像发生的是一种特殊的生锈 特殊在哪呢 虽然我们说女神像是铜像 但其实它只有外壳是铜的 因为铜不是特别结实 所以铜像里面是用铁做了支架 再用钉子把外面的铜壳钉在了支架上 铜和铁都有还原性 容易失去电子 因为还原性的强弱不同 铜和铁贴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些铁的垫子会跑到铜那边去 垫子的流动是个好事 很多电池就利用了这个原理 但是电子一流动起来 就给了氧气课程之机 结果就是还原性比较弱的铜 生锈的速度会变慢 还原性比较强的铁 生锈的速度就大大加快了 设计者也知道铜和铁不能放在一起 所以它在中间隔离一层东西 不过时间太久了 这层东西都磨损了 铁和铜就碰到了一起 尤其是钉钉子的地方 里边的铁已经锈得不成样了 钉子固定不住都掉下来了 这才有了窟窿 幸亏人们发现了生锈才是真凶 那个爬上女神像的人 并没有拿凿子凿洞 所以只得到了很轻的处罚 现在问题来了 金属生锈了要怎么办呢 有时候我们可以把锈打磨掉 但有些精密的零件 一旦打磨的话 形状就变了 只能扔掉了 不过你放心 这个也不是白白浪费了 大部分地方都会把生锈的铁回收 再次利用 怎么利用呢 你想 生锈就是铁被氧化了 想把铁再变回去 就得把它还原 我们学过还原氧化铁的反应 当时我们用的是一氧化碳 工业上我们一般用碳还原氧化铁 这样更便宜也更加的安全 我们讲过 自然界里的铁有相当一部分都变成了氧化铁 你可能会想 那我们把现成的氧化铁挖出来 用碳在高温下把它还原 不就能变出铁来吗 恭喜你 你发现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炼铁 如果你穿越回远古时代 光凭这一个知识 就能改变整个人类社会 最后我给你留一道思考题 生活当中你见过哪些生锈的现象呢 欢迎把答案写在留言区和我们共同分享 视频最后我给你留一张知识卡片 你可以截图保存下来 小学化学 咱们下次再见